HELLO 我是烏龜 本部影片是以測試服環境錄製 一切內容以遊戲時裝之後為準 在過去的冬季更新當中 我們曾經有看到過了 大守護者的聖誕節造型 以及蠻王的聖誕造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蠻王的另外一款全新的造型 真的是超帥的啦 這一次的傳奇系列 蠻王新造型 它叫做冰雪之王 哇塞 你看看他手上拿著的 這把冰雪之劍 真的是超大把的 哇他整個都揮到了畫面的右手邊來了 除了手上拿著的這把冰雪之劍之外 他的另外一隻手上所戴的手套 還有頭上的皇冠 以及整體造型的裝飾上 都用到了非常多冰雪的元素啊 大家看看帥不帥啊喜不喜歡 還有這一雙藍色的眼睛呢 我們現在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全新的冰雪之王造型 有沒有專屬的進攻音效以及特效吧 喔這個進場的音效聽起來是並沒有什麼不同 那開了技能之後 喔召喚出來的小野蠻人也是穿著冰雪造型的服裝欸 那這樣子我們又多了一款可以召喚出 穿著相同服裝的英雄了 旁邊剛好碰到一大堆過去的聖誕樹啊 說到了聖誕樹 大家已經收集到了幾種了呢 歡迎留言來跟我分享一下喔 那接下來蠻王快要扛不住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冰雪之王陣王之後呈現的是什麼樣貌 欸 看起來 喔 因為是角度的關係 它好像應該是半跪著了 然後手扶著這一把插在地上的冰雪之劍吧 說到了冬季的更新 大家還記得嗎 以前曾經有出過一款村莊的冬季場景 叫做凌烈寒冬 這次又有另外一個全新的冰雪小鎮 我們現在趕快來看看這個冰雪小鎮 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我們一樣先從這個冰雪小鎮的右上角開始看起啊 喔 這邊看起來是一個非常莊嚴的冰雪皇宮啊 不知道裡面住著的是誰 在冰雪皇宮的門口還有兩尊 看起來像是冰雪之王的雕像 那旁邊有一大堆的水晶 再往下來看 喔 這邊有一個被截凍的火塔 大家有看到嗎 哇 這邊現在還出現了場景的前景跟後景的分別 我們縮小一下喔 這樣比較看得清楚 原來在遠處的山谷裡面是一個 裝滿著聖誕節燈飾的小村莊 那往左邊這邊來看 又看到了另外一座被冰凍的火塔 那這裡是結冰的港口 還看到了幾艘被動住的船 這裡的港口以及剛剛的這個小村莊 看起來都非常的溫馨 但是積雪是非常的厚啊 感覺這個冬天是非常的寒冷 再往上看 這裡有一個由樹叢所圍繞而成的迷宮 這是我們捐援軍給我們的朋友的時候 會經過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援軍要走到朋友家 可能要先經過這個迷宮啦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全新冰雪之王造型 以及冰雪小鎮場景的 怎麼樣 大家還喜歡嗎 這個冰雪小鎮場景 同時還推出了一個冰雪小鎮的挑戰活動喔 不知道大家也看到了沒有 如果你對於這個挑戰活動有興趣 或者是想知道怎麼樣解比較輕鬆的話 可以參考我的另外一部影片 我裡面有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我是用什麼方式來解這個冰雪小鎮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次的更新快報再見囉 掰掰